低温寒冷 原警在执勤的难度和危险度也增加了 玉旅警分局栗山所的消信原警 9号的中午接获农民报案表示 槟榔员遭到不明人事的刑窃 于是陪同上山来查看 槟榔贼看见警方立刻拔腿就跑 消信原警在后方是紧追不舍 却在跑了百公尺之后 突然倒地不起 宋一急救之后宣告不治 玉旅警方是士气低迷 家属更是悲痛不舍 低温天气在山上追小偷身体 突发不适的消信原警 宋一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家属在院外悲痛不舍 就在路上就碰到小偷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追 那个人是偷冰狼的吗 刚好遇到那个要偷冰狼 对没有报案的人说小偷就是他 所以他们在追 突如其来的二号家属难以接受 玉旅警分局表示 消信原警今天中午接获农民报案冰狼失窃后 就陪同上山查看 冰狼贼看见远警 拔腿就跑 消信原警立刻紧追100多公尺后 突然倒地不起 虽然紧急送一抢救 最后人回天乏树 低温寒冷 警消执情难度与危险度也相对增加 消信原警 从警25年热心助人 维护部落治安 认真负责 破案抓贼 总是身先士卒 这一次执情抓小偷却发生不幸 同事都感到意外也相当不舍 目前警方已锁定这名冰狼贼 正全面追起到案中 记者十一欲栏 玉里卓西采访报道